去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增长幅度开始明显回落 与上一年相比 化学续养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幅分别回落4.6和11.6个百分点 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 在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 1到3类水质占40% 四五类为32% 列五类为28% 七大水系中 珠江 长江水质两行 松花江 黄河 淮河为中度污染 辽河 海河为中度污染 太湖滇池为列五类水质 在全国监测的559个城市中 4.3%达到了空气质量一级标准 58.1%达到二级标准 达到或优于二级的城市比例 比上年增加了4.7个百分点 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 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 辽宁 瀕阳全面启动置屋减排工程 其中计划投资38亿元 对九大热电厂实施脱流改造 沈阳这几家大型热电厂 共有25台机组 供热面积3300多万平方米 年发电38亿度 耗煤量340多万吨 冤占全市烟尘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通过这次设备更新改造 将使脱流除尘效率达到 80%至90%以上 大大改善全市空气质量 它们的工程完成结束之后 分别占全市脱流应用的14%和20% 那么就是说二氧化流要削减到 1.74万吨 那么沉要削减到2万吨 与此同时 总投资8000多万元的 各扎山治理工程 细合轻衣工程等重点污染治理项目 也相继开工 这座堆积40年 有30万吨的化工有毒废渣 将得到无害化处理 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青瑶 今天驳斥了绿色和平组织 有关中国进口木材 危及热带雨林的不实言论 曹青瑶说 中国对木材和林产品的进口 有着严格的监管程序 依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 国家林业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等 共同对木材及林产品进口 实施监管 共同打击步伐行为 保障了林产品贸易的正常开展 今天是云南宁尔地震 发生后的第三天 震后危防的排险工作全面展开 来自上海湖北等地 越来越多的救灾物资 陆续运达 并且发放到灾民的手中 据云南省地震局监测中心统计 截止到5号8点30分 云南宁尔地区的余震 共有1037次 最大余震3.6级 因余震不断 地震中大批受损民房 随时有可能倒塌 并引发新的伤亡 查威排险成为 灾后救援的重要内容 查威排险成为灾后救援的重要内容 目前救援阻和武警官兵一起 正在受灾严重的三个片区 对危险房屋进行排险 救灾部门搭建的新的灾民安置点也不断增加 灾情发生后 各地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 湖北和广西极调帐篷支援云南灾区 上海市政府向云南捐款200万元 许多企业和单位也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向受灾地区捐款捐物的意愿 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 灾区人民对上海人民的关心支持帮助非常感谢 我们还是有信心 尽快把灾区群众的生活安排好 进一步走上恢复重建的轨道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 中央和各级民政部门紧急调拨的5000顶帐篷 2000床被子 2000套衣物和价值50多万元的食物 已陆续送达灾区 目前宁尔县各村委会 学校和广场等空地上都搭建起了灾民们临时的家 虽然余震不断 但灾民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灾民的生活以基本得到保障 美国警方2号宣布成功挫败一起 企图摧毁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图谋 随后三名嫌疑人分别在美国和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落网 4号 两名嫌疑人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法庭接受了第一次停讯 路透社报道说 在大约20分钟的停讯中 两名嫌疑人 贵亚纳前国会议员阿布杜·卡迪尔和特里尼达和多巴哥人 卡里姆·易布拉辛表现得非常平静 大部分时间一直保持沉默 美国政府的代表律师指控这两人参与炸毁肯尼迪国际机场燃料通道的恐怖袭击预谋 并曾向当地一个名为伊斯兰穆斯林军的组织寻求资金支持 但美联社报道说 法庭文件显示 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伊斯兰穆斯林军的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对美联社表示 他们没有参与这起阴谋 他也不认识这三名嫌疑人 另外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引渡要求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地方法院首席法官迈克尼克尔斯 在当天的停讯中表示 将在8月2号的听证会做出决定 同一天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警方证实 仍在逃的另一名嫌疑人 瑰亚纳人阿德尔·努尔 目前就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警内 他呼吁民众积极提供线索 帮助警方尽快抓获努尔 4号 美国一架双引擎小型飞机 在飞到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东部的时候 动力装置突然失灵 飞行员只好进行紧急迫降 在连撞三栋房屋之后 飞机最终落在了一座车库的房顶上 机上两人以及地面上一人受情伤 伊朗四号举行活动 纪念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 逝世18周年 4号当天 来自伊朗各地的数万人参加了纪念仪式 德黑兰各公共建筑和街道上 挂满黑色旗帜和红服 商店当天关门停业 仪式开始前数小时 霍梅尼零目前已经挤满了人 人们身穿黑色服装 高举霍梅尼的大幅照片 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和总统 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内的 多名正军要人出席了纪念仪式 哈梅内伊面对数万伊朗群众表示 伊朗不会放弃发展核能的权利 也不会向西方国家祈求 这种伊朗应有的权利 1979年2月 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 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成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当年12月伊朗举行公民投票 通过新政权成立后的第一步宪法 根据宪法 伊朗实行政教合一 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 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为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 1989年6月3号霍梅尼病逝后 通过专家会议推举哈梅内伊当选为伊朗最高领袖 世界粮食计划署新任执行干事西兰 4号在罗马强调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继续致力于 尽早实现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 争取到2015年 使全球饥饿人口减少一半 目前接受食品援助的受贿者 仅仅占8亿5000万饥饿人口的10% 平均每5秒钟就一名儿童死于饥饿 中国国土思源部今天公布 5月1号凌晨 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中国南海北部 成功钻货天然气水合物食物样品 这种新型绿色能源 是石油和天然气之后的最佳的替代能源 天然气水合物存在于海底或陆地动土带内 是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 结晶形成的固态化合物 纯净的天然气水合物呈白色形似冰雪 可以像固体酒精一样直接被点燃 因此又被称为可燃冰 它的主要成分是甲烷 燃烧后几乎没有污染 所以是一种难得的绿色能源 中国从1999年开始进行勘探采集工作 累计投入5亿元人民币 这次的发现证实了中国南海北部 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到底有多少量 但是从我们初步分析来看 前途无量可以说 据专家预测 全世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